一进展场就可以看到艺术家笔下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这是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岛屿记忆描绘台湾50年典藏特展 以台湾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主 书里馆内典藏了3000多件作品后加以展出 希望透过艺术的角度呈现台湾50年的历史记忆 我们知道这50年来台湾经历过解研 在国际局势上面的变动台湾也屹立不摇 那同时在过去这50年来 不管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发展 其实我们国父纪念馆透过了馆藏 透过了画作透过了书法 很多艺文界的参与来共同留存了这50年来的台湾的记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档展览 由国父纪念馆发展的历程上面见证台湾50年来 不管在各个层面上面由艺文诠释的角度来观看台湾的过去50年来的历史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展览 那不但是彰显了国父纪念馆的丰厚的典唱 也展现了台湾过去50年来全民共同发展的努力的成果 特展分为两大主题 北展厅是制作记忆 以艺术书写的历史 南展厅则是我们的所在从土地萌芽的人文风景 从艺术家创作的出发点作为区分 以艺术书写的历史这个展区主要是 就是1970年代早期 780年代 国父纪念馆和所谓政策相关 这种官方色彩比较浓厚的这些作品 比如说十大建设 或者是说一些大型的合绘画 那在第二展区呢 就是主要是以在地的艺术家的创作为主 那这个展区是来内所在从土地萌芽的人文风景 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包括像是乡土运动或是各种艺术潮流 以及历史环境的这些影响下 艺术家开始找寻自己和土地的认同 北展厅部分主要是7080年代 由官方主导的艺术创作 像这幅淋浴山的石油化学工业区 就是透过艺术家的画笔 将十大建设成果融入艺术创作中 其实林玉山先生他留下来的水墨相关的创作 主要都是以走兽为主 那这是一件他非常特别 是因应当时十大建设所办的书画展 因应官方的这些创作要求而生的这个作品 那可以看到他的写实功力 当然是非常的杰出 把石油化工厂以一个很简洁的方式 让整个厂区都映入眼帘 但是他也不忘发挥他个人的艺术风格的展现 所以可以看到他用很多的树林 或是这种比较淡的墨色 让整个画面呈现比较清幽的质感 还有画风很像过去国小课本的 现代中国人苏贞画集 是当时中国化学会配合内政部政令宣导的作品 虽然教条是宣导龙厚 不过有多幅图画放到现在来看还很适用 总共是分十个组提供一百个作品 那就是现代中国人自争 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 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境或是强调的社会规范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呢 它其实就是强调说 大家上下班的时候可以一起结伴搭乘 可以节能省电 就好像现在大家推行说 要多搭纯交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 多做捷运等等 其实当时的一些想法 也是可以跟现代做呼应 南展厅部分则是在乡土运动的浪潮下 艺术家转为关注在地文化 甚至是社会议题过程的创作 其中台湾景色及家乡风光 成为艺术家的绘画主角 包括象征台湾精神的玉山等 像这幅合照曲的油画作品 淡水教堂就很具代表性 因为它的画法其实结合了 立体派的这种切割的几何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错落的这些几何形 另外它的颜色用色非常大胆 也是结合了这种野兽牌的用色 所以在看这一幅画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视觉 其实在红色的淡水教堂上面 但是它旁边的建物 其实是用比较低彩度的 然后错落的 看起来好像让整个画面比较有点凌乱 可是它又利用了上方的淡水河 和观音山这种比较平行的白色和蓝色 让整个画面非常的稳定 南北展馆同时都有展出大型合作画作品 北展馆的春回大地中心复国图 有黄军碧等十六位书画名家集体创作 一和两岸的构图形式反映了1970年代盛行的中文文化复兴运动 那这幅画可以看到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构图 包括一和两岸或是双松的这些构图 那也利用了包括像是喜鹊在松上明教 还有流淌的吸水的有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 那透过这样子十六位名家他们的一起合会呢 不仅是反映了当时1970年代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下的产物 那一方面也是表现了艺术家们他们风格的呈现 南展馆的蓬莱风华则是纪念孙中山先生 四十九十六周年的作品 由广方邀请十位水墨名家何慧 创作主题包括了高雄的玉山 及山下的田野风光等 具体呈现台湾景致 那这幅作品呢 其实画的就是台湾在地的山水 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 比如说可以有玉山的山峰啊 然后山间公路 还可以看到小镜上面有很多 正在爬山涉水 或是在游览的民众 或是好像有一个农人正在耕田 然后牵着牛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亲近的 可以想象到的台湾的景致 大型的合作画也成为国父经典馆的传统 而从不同时期的创作主题变化 也可以从中观察台湾社会变迁的过程 可以看到这些大画主题 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 主题也是不断的在更动 那到2020年的时候 就是以台湾风情 这个跟在地非常有关的主题的呈现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国父经典馆的传统 然后也是比较少被特定的展览展出 展场内还有记录知名树人画家红通的照片 以及描绘桃园机场 苏浩港等十大建设的珍贵影片 72件精彩作品带您透过艺术家的眼光 回顾台湾50年来的历史轨迹 深入探寻台湾这座岛屿的故事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